哎,对了,我看你们两个应该都喜欢体育吧 是,是,是,他喜欢篮球,我喜欢球 我操你喜欢足球是吗 你喜欢哪个队 我喜欢巴萨啊 你也喜欢巴萨 我最喜欢巴萨了 巴萨,梅西,梅西,伊丽斯塔,哈维 关键是,董老师,是这样 我觉得巴萨,布斯克斯提的是最好的 是最,是其实最管用的 那哥们说,我喜欢篮球 篮球,篮球谁 洛杉矶湖人 你喜欢湖人 我,那咱俩没,我是勇士 我是勇士啊 我荆州勇士 你湖人是吗 那你是科比吗 还是奥尼尔 我,我,我是那个 我最开始我喜欢火箭 后来呢,后来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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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机 绝机开,开着我车 开着人 那这样,巴萨呢 其实我觉得跟黄马比起来 我认为巴萨还是比黄马提高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黄马如果打三后腰 基本上巴萨很难赢球 人家说是,姚明走了以后 那实际上火箭在中国呢 其实没什么球评 不是 很多球迷,因为姚明喜欢火箭 姚明走了仍然喜欢火箭 那么开拓者呢 那么科比和詹姆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 奥尼尔,奥尼尔,奥尼尔当时看不起姚明 对啊,是看不起姚明啊 姚明说,如果单场能拿十分 然后奥尼尔撼屁股 对不对 是,但是巴萨,梅西如果离开巴萨,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,不可能,因为梅西是一个体验。 就这样,然后呢,聊得特别尽兴,咱俩聊起来了,我操,要有酒的话就好了,聊得特别开心,后来耳机里边大姐, 懂路啊,差不多了吧,我知道这节目是没法录了,收个尾结束吧,好吗,别在这浪费时间了,好的大姐,好的,好了,行了,那哥俩还是,火箭,姚明,梅西巴萨们,行了,哥俩,今儿聊很开心,好吧,我发现了,你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, 祝你们这个电视能够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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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,大白,好啊,再见,走,再见,拜拜,走,不是,太久了,啊,这,这,这是,就是我主持这么多节目,啊,是最有意思的一期,啊,